台湾的男生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呢 导致了又来又多的大陆女生乍到台湾来 有点呢 温暖吧 然后善解人意 你家在台湾有这套房呢 三套今年35岁 台湾人 我说是 他目前的年兽大概是在 40万左右 台湾女性跟大陆女性有什么差别 两个人站在你面前 其实是很好分辨 从她的穿着打扮 从她的说话的腔调 甚至于从她的名字 区别主要是在哪 一个是台湾是有三种文化交杂在一起的 那一种是老的对底层的闽南文化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日本文化 还有一个就是国民党战败以后 带去到大陆的儒家文化 这三种文化是杂交在一起 互相影响 这三种文化都是这种男性女 说好听一点就是传统中国文化 在台湾保持的比较好 台湾大多数的女人 一般给人就比较温柔 说话亲生亲戚 恶若女子 依靠老公依靠唱福 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 那么大陆的女性 在19年以后 我们提倡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 那么我的天哪 我是米多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男人 喜欢大陆女人呢 我们都知道 大陆越来越多的女生 嫁到台湾来 十几二十年前 顶多就一两万 你知道台湾跟大陆之间 通婚有多少人吗 我看过一些数据 包括台湾那边 爆出来的一些数据 外籍通婚的人口 大概有55万年 中间就有36万人 与大陆这边通婚 35万也是取得大陆这边的媳妇 然后只有一万台湾女生 嫁到大陆的 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就是说 相对来讲的话 还是大陆嫁到台湾的 也比例比较高一些 这也是有一些历史的 1992年才开始 台湾那边批诊 第一个大陆师傅在台湾居住 一直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 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大陆女生 嫁到台湾呢 为什么台湾的男生 越来越接受这种观念呢 为什么大陆的女生 越来越受到台湾的男言青睐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大陆这边的薪资 普遍在4到5千 台湾男生的薪资是我们的10倍左右 今天一位朋友问我台北的薪资水平如何 举个例子说 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企业文员 每个月薪水大约是5千到7千人民币 低阶的主管薪水大约在1万左右 中阶的1万5左右 高阶的2万以上 如果是在科技或者是半导体产业 一层的薪水都不会低于1万 中阶的主管大部分都在1万8以下 这样一听之下 好像薪水水平还不错 可能跟北京差不多吧 但事实却不是如此 因为台湾的物价高 房价更是高的萨人 跟内地完全不能比到 就是不扎薪水或者是调薪极慢 再来就是科技业或者是半导体业 几乎都是责任制 也就是说加班没有加班费 工时跟996一样 人工福利也不怎么样 所以年轻人买不起房不敢结婚 更别提升孩子了 所以别看台湾的GPT好像还不错 别被GPT给误导了 台湾品质差距很大的 各行各业的不景气 老百姓大家都过得很辛苦 所以台湾男生很受大陆女生的追捧 台湾这些男生在台湾应该很少碰到 女生最男生的这个情况 再加上这些大陆女生 讲上身材也很不错 所以有很多的台湾男生也沦陷了 导致很多台湾的男生 娶了大陆这边的女生 那么我后面遇到了很多做芯片行业的朋友 遇到了更多台湾做芯片行业的人 台湾的芯片行业是非常的发达的 比如是月娃 也会碰到很多台湾人来大陆工作以后 非常多的男生娶了 大陆这边的女生 这些台湾的男生说 大陆的女生非常的漂亮 身材也好 而且性格非常的有名商处 跟台湾女生完全不一样 妹子就比较直接聊当点 跟她们相处起来会比较轻松 她们心里想就会讲出来会让你知道 可是跟日本妹子相处起来 她们就会比较乖乖抹角一点 然后你不能知道她们自己 心里甚至真的想法在想些什么 所以相处起来比较累一点 个人比较喜欢大陆妹子多一点 我觉得其实大陆女生就很漂亮 我喜欢那种比较可爱的 就比如说长沙的小姐姐 哥哥长得小巧柠檬 很多台湾的男生都喜欢大陆的女生 比如说台湾的男生比较喜欢去大陆的KTV 那KTV里面有很多大陆的妹子 长相非常的漂亮 身材非常的娃小 会化妆 经过几次接触之后 台湾的男生就会对这个大陆的女生产生好感 在上处一年几个月之后就会领证结婚 那这个情况 大陆和台湾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台湾男生觉得女生在KTV里面无所谓 可以作为一个结婚的对象 但是在大陆大多数男生不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在KTV里面的女生不是好女孩 所以我认识很多台湾的男生都自娶了 在KTV里面的大陆女生 而且生活的很好 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大陆结婚率是越来越低 但是大陆女生加到台湾的几率是越来越高 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男生的收入 比大陆的男生收入要高 10年前一个月的工作 我们才2000 那个时候台湾的男生的薪资 已经去到2万多了 但可能会更高 特别是上座这种芯片行业的 一个月3到5万的都有 所以大陆女生看到台湾男生这个收入之后 觉得很有安装感 你的年代容易找工作吗 很容易 对比现在还高 问工作 我一进去就3万块一个月 多少年 差不多40年 20年前3万块一个月 那现在台北一般年轻人生薪水多少 3万多块 台湾 今天多到呢 三十几 做什么考验 你外貌 开公司 你又家里谁管钱 少不管钱 台湾人 你方便问一下有多少钱 我现在目前存到的钱 只有两百万台币 你觉得台湾小哥身上都有哪些优点呢 温暖吧 然后善解人意 你家在台湾有几套房呢 三套 今年35岁 台湾人 我说是 他目前的年少人带来是在 四十万里左右 在什么情况下 会特别的渴望有人陪呢 下班很家后 你家里面的人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你的父母 我们做食品加工业 你觉得金钱和财富 于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让自己努力的动机 第二点 就是台湾男生对大陆女生的职业没有歧视 虽然在KTV里面做小妹 但这个一点都不影响 他和这个大陆女生结婚 可是在大陆男生眼里就是不行 他们因为看不上眼的一个职业 第三点就是台湾那边的福利待遇 确实比大陆这边要好 所以啊 很多女生愿意去台湾那边 这个呢 是我的个人观点 很多台湾女生就不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他们因为大陆女生嫁到台湾 就是为了骗钱 因为他们嫁到这些台湾男生 有的是年纪特别的大 有的身差二十几三十岁的都有 因为等这个大陆女生嫁过去的时候 这个男方去世之后啊 他就顺利的能继承这个遗憾 然后再去开始另一段婚姻 然后聊一下 嫁来台湾的大陆女生吧 其实我们常常在台湾碰到很多的问题 就是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你是哪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多少会有些口音在 毕竟是我们生活几十年的地方 再来一个问题就是 嫁来台湾比较好对不对 在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很多大陆女生嫁来台湾 跟老公的年纪差距其实蛮大的 我见过最大的相差三十二岁 二十几岁 十几岁的很多 那所以在早期的话台湾人就认为说 大陆女生都是来骗钱的 然后都是假结婚的 以前假结婚确实还蛮多的 嫁给那些老兵啊 然后老兵走了 然后他们就是在选择另外一段婚姻这样子 像以前 再来台湾的年纪差别那么大的 都是经过中介认识的 就是中介公司认识的 当然经过中介认识的 你可想而知有能力的女生 男生哪 有钱的男生 有能力的年轻的帅的 有几个去中介找老婆的 当然是没用了 很少很少了 所以当然条件不好的 然后去大陆可能十几年前花个十几万算很多了 因为最早十几万的话 对大陆一些乡下人来讲的话 还是蛮多钱的 所以在台湾以后呢 他们一个地域的差异 然后还有一个思想的差异 还有一个年龄的代沟 所以很多人就是久了 他就是日子过不下去 他就选择离婚 就是自己过 那当然在台湾人感觉到 那大陆女生就是爱钱的 你就是来赚钱的 他们的这种想法 不知道对还是错 我觉得对于最早期的话 他们这样讲 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台湾人总认为说 大陆女生骗钱的比较多 离婚的比较多 其实哪里都有离婚的 台湾也很多离婚的 台湾离婚率也是非常高的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是台湾人 跟台湾人结婚 他们不认为那是骗钱 他们的认为就是 正常的过不下去就离婚的 然后他们认为大陆的女生 你就是来骗钱的 要不然你为什么要离婚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对我以上所讲的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留言评论 订阅我 只讲有用的